说这充屏 可能说你那天的话 可能现在我们说说带这种定位点的哈 对你继续 带定位点的话 你这个软件 对吧 你就点开这个定位 点这个 点开这个定位 好 看定位 点开这个定位 好 它右边会弹出一个这个框来 我也是先把dxf文件进去吗 这个就不是从这里打了 不是从这里打开了 这个就是从这里面打开 对 就不带定位点的就是从这里打开 带定位点的话都是从这里打开 然后点开这里有个系统 打开作业跟一个正统作业 打开作业什么意思 打开作业的话就比如说我这一张他就是说只切这一张 对 对 你们那个导带主要是为了什么 主要是为了那个纸啊 比较大比较重 他是希望就是一落放上去以后他就自动送了 不需要两个人一起 一直在放你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吸盘往前吸的 对对对对对 哦 你是那种自动送料 自动送料了 对 哦 自动送料 行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你就要用到这个 一样的一样的原理就打打开打开作业 这种的话再把啊随便弄一个 对 比如说这个我看是不是这个 我这个还打不开我找一个带定位点了哈 好的 你可以先暂停我找个带定位点了 没关系 他这些都不带定位点 那我自己做一个 其实那个其实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一个 对于不同材料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把握 这种人家还可以做图的时候就简单一些小图 简单做图一些小正方形啊 之类的 你有用过那个向日葵吗 用过 向日葵 因为我们以前最早是用QQ的嘛 但QQ的话不稳定 是吧 对网络要求比较高 经常会卡顿什么的 后来才改到向日葵 最早的是还都主要还是圆 就圆在那边先搞这个这一块的嘛 这种就十字架的嘛 嗯 我另常位一下 对了 我们从这里面打开 对啊 那真的 打开注意啊 打开注意啊 打开 你看他他会有点不一样 首先你看这个其实都一样的 嗯 你把这几个勾扇都一样 他主要做了一个定位幅 啊 定位幅 然后这个定位幅的话 首先这个地方 你要根据你什么定位幅 实质的话就实质 圆的话就圆 OK 这这个一般是不用的 然后脚性的话就是两个L形形成的脚线 就L加L 然后实质 然后长度跟宽度的话就是你主要做图的这个 定位幅的长跟宽 我这个是一公分的 一公分的 对 然后这个识别的话 我们正常就是按类型和尺寸 一般都一公分吧 对一般都一公分 然后确定 你看 我们我们进来以后的话 你看他的四边的实定位点 他会变成红色 他到时候只是识别不切割的 OK 然后这种的话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 现在定位点 移好之后呢 只要能看到一点点 直接点定位 他就开始四边去循面切割了 对 然后当这种的话 他只是切一把冲完之后 他就不会再切了 你想连续不停的切割的话 等一下 他是你说 一开始你 你按了这个是切还是不切 就是定位 不切 扫完点开始切割 先是 扫完点 然后你还要点其他东西吗 还是他自动 不点 不点 自动切割了 不点 就扫 扫描完 他就自动切割了 对 扫描就自动切割了 让我找点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